深夜一點多強風奏雨 停靠在愛邊的漁船 船頭纜繩突然斷裂 隨著狂風前後飄移 石口擦撞前方船隻 還押到一艘小船 冒著風雨爬上船頭 满頭人員緊緊用繩子 固定前方漁船 交叛颱風刮起的強風 又讓情況選上加霜 船頭的纜繩等於 我家纜繩等於都 特高貴 漁民一早趕緊來到現場 查看漁船受損狀況 漁船擦撞遊艇意外 發生在28號凌晨1點 台南安平漁港刮起九級強風 停靠在岸邊的遠洋漁船封國號 漁船被吹斷 七百零五噸重的船 因此不受控甩尾漂移 撞到一艘小船以及前方漁船 還波及到後方價值不菲的遊艇 把繩子吸在碼頭上面固定的那艘船 才化解了這場危機 不然那艘船整個 如果斷掉的話 那艘船進來的話 這個遊艇碼頭可能一半都毀掉 狂風造成船隻擦撞 損失難以估計 同樣被強風影響的還有這裡 一排八支電線桿 全部都被吹倒在地 這裡是台南的路爾門 台電緊急出動吊車 要把電線桿吊起 現場的風勢強到 工程員也差點被吹倒 通通一下雨勢的關係 導致它整個電桿的阻止流失 八根電線桿全罷工 導致當地養殖漁業無電可用 台電緊急搶修 要把傷害降到最低 杜蘇瑞帶來的風雨實在不容小覷 新新聞理事務 歡迎收看神秘亞通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